是京都最著名的古法豆腐店 它是京都最著名的古法豆腐店 一共有400多年的歷史了 哇 這麼大的院子 感覺是剩脂肚子 剩脂肚 它這個是一點點往裡放 你看它加一點水 加一點豆子 我感覺我已經快沒敲起來 我真的很用力 還好吃 好香好香的 山東是放醬油 我小時候是放糖 現在人吃的豆腐越來越軟了 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社長帶你開日本 大家好 我是社長劉陽 今天這期節目 首先還是要歡迎我們的嘉賓 李小悟先生 歡迎小木哥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在京都 這次我們從大阪來到了京都 也是經小木哥的介紹 反而是小木哥的案內 準備來探一個店 什麼店呢 就是我們身後奧丹 其實它是一家豆腐店 叫澳丹湯豆腐 這個澳丹湯豆腐是大有來頭 它是京都最著名的古法豆腐店 從江戶時代創業初期 到現在一共有400多年的歷史了 而且你看它這個位置 就在京都最燃氣的景點 清水寺的三年板 那下面就是那個著名的塔 有這麼樣一個深宅大院 一看就不簡單 三年板就是pro的意思 對 那邊還有兩年板 那邊是兩年板 這個澳丹湯豆腐 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我們廢話不多說 進去看一看 好吧 我們進去看一看 好 明確實在 請來 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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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麻煩你了 謝謝 好 看看 這麼大的院子 很棒 這位呢就是這個400多年的湯豆腐的社長 第16代傳人 今天由他來帶著我們去看一下他製作豆腐的地方 哇 這麼大的院子 他這個拿水要拿多少錢這個門這麼大 2個 京都以前是很有優勢的 開幕 大換 400年前大分錢 有很多百多年 這個大分有了嗎 全部 都是 那一任 從來 中一般來 меньше 伸过来 也一千平方米在这里 一直到那边看不见的地方 感觉是剩瓷波过来的时候 剩瓷波 剩瓷波 这不是一千平米是 一千瓷波 一千瓷波是三千多平米 三千多平米 我就觉得这个不可能只有一千平米 该不得是买个搞不动场的 看面积就等着这么做 我的专业 现在我们去他的作坊 豆腐工坊 豆腐工坊 有点黑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进一个 地下的工坊 全都在手上做 所以 以前的豆腐工坊 这大豆是 前日从水里 继续的大豆 第一个工程 是放在里面 加水 它这个是一点一点往里放 你看 加一点水 加点豆子 这个其实效率也不高 还是比较珍贵 比较煮的 最大豆腐工均 是 几乎 比较煮的 多大豆腐工均 那些水 检测 設施工均 更多 类茸 要做的 冬 pendant小时的午茶 通常 volunteer didn't pass 烈ですね 阿啊 好重 约10度 十分— 煮沸的豆漿放在那个网子上过滤 把豆渣给过滤出来 那些豆渣也能吃到吗 那些豆渣也能吃到吗 那些豆渣也能吃到 但是那些豆渣也能吃到 但是那些豆渣也能吃到 味道不太好 那些豆渣也能吃到 也许饭也能吃到 那些豆渣也能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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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我要出厂 我要学一下 那些豆渣也能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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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冰水来凉快一下 降一下温 因为它那个是刚刚煮沸的豆渣 这个一共要压五次 刚才他的员工压了两次了 现在社长要压后面的三次 现在要压后面的三次 现在要压后面的三次 现在要压 要非常用力 铝酱的力量非常大 我感觉我已经快被敲起来了 肉眼加油 干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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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汗了 我真的很用力啊 要来看 我加点 往里面加卤水 是吧 哦 反转 反转三次 我们在湖南叫豆腐脑 豆腐脑 豆腐脑 对 豆腐脑 对吧 对呀 在水中拿出来豆腐 哦 水啊 水啊 哦 水啊 出自职人之手的豆腐 很大 对 谢谢 我要尝一尝自己亲自鸭的豆腐 好 太好吃了 嗯 好香好香的 稍微有点炭 嗯 美味 对 好香好香 特别的那种香醇 在疫苗中的汁还没入到呢 没入到呢 没入到呢 看着你 没放盐 任何味道没加 就吃这个就特别香了 嗯 山东是放酱油 放酱油 对 我们是放辣椒 我想说是放糖 放那个辣椒油 但这种什么东西都不放 刚刚做出来的大部分 我是第一次吃的 刚才我跟 这个十六代木的社长聊了一下 他说豆腐本来就是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食材 食品 是从中国传来的 但他说现在中国的豆腐和日本豆腐的吃法是不一样的 日本的豆腐呢 主要吃它原汁原味 用心去品尝它的原汁原味 中国的豆腐呢 比较有名的就是马浦豆腐 所以可能会加入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 对 他说我们可能作为中国人可能是不是不适应这种比较清淡的 或者说原汁原味的豆腐啊 我们当然没有问题了 因为已经在日本生活很久了 确实可能有国内来的朋友 只吃这个味道的话 可能会觉得 就是有点感觉不够 对 他自己要随身带着辣椒酱 把它夹在豆腐里面 会有这样的游客 带一瓶老干妈家 日本有很多的百年老店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一家 我们看他做这个豆腐的过程 其实也能感觉到他们受到现代科技 现代技术的冲击的这种感觉啊 他说你看 这个上面做的豆腐其实是更软的 现代人吃的豆腐越来越软了 以前的豆腐是硬硬的 其实我们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吃的豆腐都是硬硬的 对 要吃脏 要吃脏 而且没那么白 刚才他这一套工序 我们今天已经全部看过一遍了 没错 好 好多年前来过 好多年前来过 所以说难能不来的 已经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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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48 年转的时候 一般年转的时候 高中典业 也是年轻的时候不想做这个 不想做餐饮 乗客人 日本人很喜歡 他自己成立了公司 以前感兴趣的事情 父親が他界する前に 父親の方からお店手伝いに来ないかと トレーラーが休みの時に こちらの方に手伝いに来て 豆腐作りを見してもたり 職人さんを見てて 父が他界になるまでに 何とかお世話になっている 実際その職人さんは 私が4歳の時から知ってくれている職人さんだったので 父親が他界して お店がなくなるような感じもありましたし 当時はいくつですか?30何歳? 35ぐらいですかね 父親が亡くなった時に 皆さんが仕事する場所がなくなる 小さい部下お世話になっていた方が 自分で作った会社も7年目 20代後半にはも会社を作っていたので それを一番の部下の人と 得意先と繋げて 自分はちょっと抜け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感じで いいですね それは管理は 本当だったらそこでも会社を ニコのことをやれる社長 両方やった それをやれば より社長らしい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ども 実際にね この会社というか このお店で 年上の人と いきなり入ってきた息子たちが 人が ああでもない こうでもない ああ それは良くない そういうのは良くないから 全てを一遍ゼロに戻して はい 実際は最初は 自分の社長で 商業時代は 商業時代により 自分の社会が得る そこで社長が得る 社長が得る 成功が得る 成功が得る 小さなのに 家中は 非常長時間 相互照顧 他考えられる もしない 一から 他の年齢が大 人が感感が不太好 人々に 操心外面の事 然后你还想在这边接班 还要指挥这个指挥那个 就会引起大家的不满 他就把自己归零 从老年人看来他就是个小孩 对 把自己归零从零开始学 那么他能够专心的在这个地方奉献的话 专心在这个地方去领导这家企业的话 他会让大家服气他 是这样一个心境 所以说他完全把之前的公司 关不关掉不知道 就是完全把自己放在了这家公司 年约的人家 部下的人家 也没有改变的 但也没有改变的 对 翻译一下 刚才小木哥问他 就是你35岁来 然后把自己归零 然后学会了这些技能以后 就可以去指挥你这些部下了 但是这个社长呢 他的回答就让我们还蛮感动的对吧 他说其实这个地方 你说他是公司也行 但你说他是家 他也是家 他小的时候呢 在这边长大 所以说他对这些人的这个感觉上呢 你说是部下也OK 但是他们也是前辈 因为从自己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看着这些人在这家店里工作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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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你只是想要做一件事 你只要是想要做一件事 你只要想要做一件事 如果是有钱 你却购习的利益 你只要购习的利益 你也计划不足 但你也计划不足 在店里面的利益 所以,它是有机会的机会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机会 如果有机会的机会,你会有机会 所以,它是24時間多了 但是,它是最后 客户的机会 到吃完的机会 我会看到的机会 我会看不见 但是,我会想到 那麼一定要開門、同去了兩邊的豆腐 南部的工具和風味道肉和風味道 如果 sizin鄧氏上的價格會說,你要講一下 你achi 那一瞬休息回すのが大変 大変ですけども そういう努力、地道な努力っていうのもできますし あとは これを仮に店舗を増やした経営者になったとした時に 多分僕は隅々まで見れなくなる その会社の社長として 自分がこうしていきたいっていう方向に みんなで向こうかっていう時に なかなかそれを隅々まで伝達することが難しい だから いい加減になっちゃうっていう言い方はおかしいですけどね フロントの人をちゃんと育てれば そういう人たちがまた自分の代わりをやってくれるのも分か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 そういう形で 1店舗の方が ちゃんとした 自分の面を見れるので ちゃんとした接客ができる 全てが何か把握できるような そのために ここっていうお庭もありますし 食べながらこれを見ていただくお客さんにも喜んでいただけるのも その辺全て何個もの要因があるから そこだけ はい お店の経営というよりは 実は こういう文化の 紹介じゃないですかね はい この文化は 作った豆腐の文化 そして庭園の文化 そして土地を運用する資産の文化 これが各方面 伝承されている それが400年 こういうメディアを通して 世界中から見れるっていうチャンスがあって こうやって見ていただいたお客様に こう どういうんですか うん こんなところもあるよって していただいた上で ぜひこれは映像だけじゃなくて 実際に食べに来て 味を分かって いただける そういうような きっかけになっていただいたら 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們等会兒 就要品嘗我們今天做的豆腐 わさびの方を広げて ちょっと塗っていただいて 4つぐらいにこう 割って 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いて 分成4個 分成4個塊 OK 昔豆腐って 先ほどの口中 上面的5枚是古法製作的豆腐 下部屋は機器製作的 はい 我先試一個古法的 うん 很純 今天参加了奥丹湯豆腐店後 我的感受是 日本 為什麼 有那麼多的百年老店 對吧 它是世界上擁有百年老店最多的國家 而且遠遠遠多於其他國家 為什麼呢 就是 咱們剛才跟這個第16代目一起聊的 它的這種對傳統的堅持 還有就是說它對自我的控制 不去盲目的擴大 對 對吧 哪怕再艱難 再困苦 他都是堅持自己原來的做法 對吧 實際上我們都在堅強的活著 對 好了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本期節目 歡迎訂閱點贊評論 我是市長劉陽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